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年是上了年纪的人提着鸟笼子 喝茶吃点心 炫耀自己带来的爱鸟 现在养鸟的人不多了 吃早茶的习惯却还保留着 不过 工作日吃早茶的年轻人不多 夏小兰比较惹眼 他点了几个有名的茶点给刘芬尝鲜 刘芬活了这么多年 还没到饭店里吃过饭 哪怕他当年嫁给夏大军 也是没摆过久的 他记得那是六三年 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他哥刘勇犯愁 家里两个妹妹怎么样 托梅人给刘芬找对象 梅人说夏家有三个儿子 个个都是壮劳力 刘芬嫁过去肯定能吃饱肚子 那时候 田是集体的 每天都要上工挣公分 夏家老大已经结婚 家里有五个壮劳力 可不是比别人家日子要好过吗 不过 刘芬记得清楚 所谓吃饱肚子 不过也是结婚前两天吃的是面条 第三天就换成了面片汤和红薯稀饭 结婚就是从七景村搬到了大河村 夏小兰生下来是个丫头骗子 夏奶奶不满意 夏大军也失望 更没人要给办满月 月子里 刘勇不知道哪里搞来一只鸡送来 刘芬分到两只鸡翅膀 其他部分到了水肚皮 刘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在夏家 他就没吃过啥齐齐整整的饭菜 夏老太当家 有点好东西 也不会给他这个不会生儿子的儿媳妇吃 说来讽刺 刘芬吃得最奇整丰盛的一餐 就是他和夏大军离婚 刘勇大喜请了几桌村民吃饭 李凤梅做了哪几个菜 刘芬依然记得清楚 可那也是农村人自己搞的酒席啊 像今天这样吃早茶的酒楼 让刘芬坐立难安 在安庆县吃的汤面 在商都吃过的驴肉汤 都是小摊小店 夏小兰带她来的酒楼太气派了 刘芬怕被人笑话 她又庆幸自己早上出门前 穿着夏小兰昨晚给买的新衣服 不然今天就给小兰丢人了 精致的茶点粉快摆满了一桌 妈 尝尝这个蟹黄包子 嗯 这个 齿枝排骨 夏小兰慢慢给介绍 生滚牛肉粥 水晶虾饺 炸春卷 茶烧包 酥皮蛋挞 金钱肚 再配一壶铁观音 八三年两个人能点上这么多 真是豪客 旁边两老头就在嘀咕着说有钱 他们用阳城话说 刘芬听不懂 夏小兰很坦然回答 这是带我妈来尝尝些案 阳城人不爱说普通话 说普通话的都是外地人 外地人都穷 夏小兰这外地人堂堂正正地摆裤 让两个老头也无话可说 人家不是炫富 是有孝心 他们家里的儿孙 不见得能为了长辈 花这么多钱 太多了 太多了 刘芬说的最多的 就是这三个字 翻来覆去的 夏小兰对付她 十分有经验 只说已经送来了 不吃也不会退钱 满满一桌呢 刘芬不说话了 现在大家食量都大 其实哪有吃不完的 只是经济承受不起 大多数人都是一壶茶配两个点心 能闲聊两三个小时 夏小兰就是带她妈来吃东西的 哪有那么多话闲聊啊 好吃吗 自然是好吃的 用料多么实在呀 她选的又是老字号 每一样茶点都在水准之上 后世一些老字号搞成了连锁店 每天的客流量太大 夏小兰吃着茶点就感觉挺一般 现在嘛 还没被时代的浪潮改变 能多享受几次 自然要抓紧时间 刘芬听不懂杨成话 不知道左右的茶客们 在嘀咕些啥 但那些人的羡慕 她能感受到 羡慕啥呢 羡慕她有个好女儿 刘芬意识到这一点 嘴里的东西好像更好吃了 她把排骨往夏小兰面前推 小兰 你也吃 她不知道蟹黄包子 酥皮蛋挞做起来有多费事 认为肉才是好东西 就把排骨留给夏小兰吃 夏小兰也不解释 欣然接受了刘芬的好意 母女俩这边吃着正欢 酒楼还有一些 用雕花门窗 隔起来的雅座 两个中年男人坐在那里 桌上摆了茶点两三盘 却能做上等的雅座 见同伴多看了两眼 大堂里吃早茶的母女 另一人就感叹 这两年啊 杨城的外地人在增加 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点头 杨城的复数是内地城市不能比的 在有鹏城特区引导 杨城和内陆城市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出几年 内地的居民会蜂拥而至 你很看好鹏城特区 现在的鹏城特区还在建设中 和底蕴深厚的杨城差得远呢 那里本来是个自发形成的集市 就算被化成特区会超过杨城吗 杨城遍布高楼 和京城护士比也不差啥 鹏城特区能超过杨城 眼镜男也不与同伴争辩 像外面吃茶点的丫头 她上次在火车上遇到过 玉南省下面哪个村的 她倒是忘了 那时候她可没有如此阔气 不过是短短一月 看起来她已经在阳城 逃到了第一桶金 像她那样来淘金的内地人 只会越来越多 特区要建设 也需要大量的劳力参与 外来人口怎么管理呢 东起大鹏湾畔的贝仔角 西至珠江口边的安乐村 全长八十六公里的二线工程 能不能真正防止资本主义的东西 向内地渗透呢 去年四月份 高二点八米的铁丝网 就开始动工兴建了 至今仍在修建中 一个铁丝网 能防止资本主义的渗透 人们对好生活的天然向往 又岂是一道铁丝网能阻隔的 把鹏城特区圈起来 可能并不起任何作用 中年男人没有和夏小兰 叙旧的心思 忙里偷闲能喝一回早茶 她和夏小兰那样的乡下姑娘的人生 基本上不可能再有交集 尽管两人十分有缘 坐过同一列火车 待过同一个卧铺乡 此时又能在阳城的酒楼里重逢 那也并不代表 她就要和夏小兰有啥来往 哦 她记得夏小兰挺机灵 不仅是机灵 看起来还挺孝顺 对于刘芬 她倒是一眼扫过 那就是眼下最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 夏小兰不知道 自己和火车上偶遇的中年人擦肩而过 她带着刘芬在阳城玩了一天 不仅限于火车站附近 阳城比商都经济发达 包括今年刚刚建成的 阳城白天鹅宾馆 它又叫三十二层 坐落在沙面岛 提邻三江汇聚的白鹅坛 刘芬从来没有见过三十二层高的楼房 夏小兰说 过两年再来阳城 争取有条件带刘芬去住白天鹅宾馆 俯瞰三江 风光淫泥 刘芬在心里念阿弥陀佛 她咋能享受这种东西呢 不敢想 不敢想啊 下午时 夏小兰依言来到批发摊位 那老板真的拿到了棉衣 和她从蛇皮袋里拽其他衣服的动作相比 她拿棉衣可谓是轻柔 这些棉衣 出乎夏小兰的意料 防寒服 多婴儿 不敢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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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之后